歡迎收看隔夜飛移千財經 我是主持世榮 用這個賽馬APP在最受歡迎的環節 世榮的隔夜飛移千財經 可以看到大戶躲在櫃樹廢 通常隔夜等報紙出完才能夠 等大家看報紙又看不到 但不要緊,我們有這個雲端科技 可以用這個堅仔賽馬APP看到隔夜飛大手升跌 就可以知道大戶躲在連贏位置中 我們都可以看得出來 未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歡迎按右邊的四星珠 訂閱我這個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事不宜遲,立即用堅仔賽馬APP 帶大家看看隔夜飛大手升跌 看到頭場開心有利 隔夜飛買萬一元,沒什麼特別的 特別在精彩有利這匹馬是冷門 都肯買萬三元,我覺得相當特別 但也不夠後面那匹特別 天線配腳,椰子糖我也有拖 但他竟然可以買萬五元 萬七元,萬八元Winplay 三萬五元是非常有信心 你想想哪個騎才行 至於明欣賞都有人看好 可以跟灰全英雄1Q 看看巴道和潘頓是否可以回來 我自己就覺得灰全英雄贏面很大 所以這隻馬應該贏定 明欣賞買位置,沒有挑戰他 看看是否真的可以1Q 另外後面榮冠大盜 有雲來士雜嶺 另外馬爾代夫也有新聖馬 所以可以有馬主例飛 或者1萬元都是很合理的賠率 至於後面雪戰神區 都是星班有贏面的馬 所以有少許錢 你和我都買得動了 4000元,看看到時臨場是怎樣 這匹馬和這個APP 明天我會臨場用大手升跌和大家解釋 大家可以先下載來訂閱來用一下 試試頭兩場,都可以看到大手升跌 不要浪費了他 好了,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右邊有我的頭像 歡迎大家訂閱 明天再見,千萬不要走開 拜拜 以上馬筆都要介為蔡平馬人 採持缽,可以急升華 急跌投注者可能蒙受投注的全部損失 過癮表明不快應再來表現 投注刺掛風險應該批判馬筆所掛的風險 和4月建制採買APP大手升跌 明天潘頓成手惡馬 雖然輸了最近超好日子 但尾場再騎副傳大師 很多馬都熱門有機會 不計這個市集好運來 希望大家可以贏馬,明天我會坐下來 跑狗場賽事6.3公斤行圈 5.9公斤會和大家開始Live見面 希望大家早點下載肩仔 坐定定在APP前面 希望我Live可以繼續和大家贏錢 明天千萬不要走開,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